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热火队战胜了公牛队 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觉意外 因为毕竟公牛队缺少了扎克拉文和朗卓鲍尔 而热火队这场比赛仅仅是少了一个金巴特勒 所以从商情环境来讲 公牛队是更被动的 再者从体系打法角度来说 从这边配置上来说 公牛队武器维棋和德勒战 这两个内外核心 他俩都缺乏足够投射 别看说偶尔也能打进 但整体效率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面对公牛 如果是他俩领军的话 那么对方都会站联防 采取一个搜索在位 这样一来 进攻就会显得非常被动 就会逼迫德勒战和武器维棋 大量的外向开伙 你要是大量外向开伙 他分哪种类型 你要是库里大量外向开伙 那肯定能改变对方阵容 因为对方了解 我如果不防你的话 那么你一场比赛可能说 三分球投15个投18个 那也在你 但是你要是放德勒战 那你就不怕 他一场比赛三分球能投几个 他也不敢投太多 就一场比赛他的三分出手 那是非常有限的 即便说这场比赛他准点 准不到哪去 也要禁这么俩杀的 对于对手来讲 伤害是有限的 相比较对方收缩阵型 带来整体防守的优势 我放你几个 不在话下 武器维棋同样如此 而且更让共同队感觉悲观 就是武器维棋 他是一个地位打法 非常软弱的球员 他整个折扇 其实就是在期间 真说强悍的崛起 在地位翻江倒海一把 也是寥寥可数 而且非常挑对手 对手恰到好处的 地位比他更软 这样一来武器维棋 才能够再拦下离棍 但恰恰热火队地位防守 是一直非常雄悍 而且以整体中方顽强度上 再这一点 热火队的联防体系 也说实话 抓武器维棋这种 地位打法的软汗 再结合呢 武器维棋也基本上 孤长难鸣 缺少足够的外援 毕竟得了弹 他也没来 内线收缩的话挤压 情况很严重 你别说你这样的 就是恩彼得 他都打不了地位的热火队 更何况是武器维棋 所以热火 他这个双合的组合 面对热火队 他非常擅长的防守特色 基本上就是无力发挥 因此这场比赛 就从第一节 一直到第四节 基本上公牛队 是被动的 热火队一顿猛锤 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这一点 热火队呈现出来 一种什么样的超强气质 这支球队 正是完美诠释了 把铁岛的银盘流水的饼 而且不光是冰流水 就连将领都是流水的 有进巴特勒在 这支球队能赢 没有进巴特勒 常规赛期间屡屡上名了 依旧不影响这支球队 快步向前的脚步 同时气候赛期间 气候赛期间 你看有进巴特勒 这支球队能打 没有他 泰勒西罗今天拿下三爽数据 进攻短这关 可以说是 偶偶作为打在对面的德罗战 在泰勒西罗的硬身子下 显现的好像都是一个小角色了 所以这就是热火队体系的力量 这支球队也说实话 之所以猛 还是在于斯波尔车的老 非常有秀的临场布控 在几个赛前的充分准备 以及就日常培养出来 这支非常训练有素 同时俊姬严明的铁血军团 热火队整体性实在太强了 所以热火队接下来 打卡尔特人 卡尔特人也必须得是严正以待 即便没有进巴特勒 但你看没看到 没有巴特勒情况 叫热火队进攻 似乎说 不能说打得更好吧 但起码热火队抓机会能力 好像说变得更强了 因为巴特勒 他偶尔 他就是打最后几个关键球 那会儿他发挥作用 但是平时巴特勒 其实也挺拖空间的 现在没有巴特勒之后 你就发现 面对热火这一支训练有素 军纪严明 而且进攻端运转 积极流畅 战术素养超强的对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防守端 你不能放哪怕任何一个弱点 你比如说像今天 芝加哥公牛 内线武器围棋 脚步移动速度缓慢 板凳席上的装神德拉蒙德 那更是脚步基本上拖泥带水 你要是这么有一个防守漏洞 对方光角色血缘 切了咔嚓 外线一顿投都能投死你 刚刚泰勒西伯这个球员 也有一定大形状属性 如果说给他担当掩护之后的 轻松惩罚你的地位 归属人类间的机位 他基本上也是手起倒落 各报各 这就是热火队 接下来 即便是卡尔之人 也需要严阵以待 因为任何一支球队 撩清湿热火 都会付出代价的 所以说芝加哥公牛 我感觉这个队伍 都卖了吧 就是得罗战 其实你继续留队 也没啥太大意 一是年龄比较大了 留着他建队 那你也肯定不好用 至于说打季后赛 得罗战季后赛 因为他缺少足够的拖来能力 而且防守端 他也向来不是 两个脑子那种大杂 算了吧 也就打一打 低级别投下赛 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也是能上江南 即便说闯进了季后赛了 跟去年似的 被对方神势横扫 被对方打得回头头脸 个人效率不保 没啥太大意义 因此公牛队事实证明 无论扎克拉文 还是郎主豹尔 当郎主豹尔 这可能都卖不掉了 阵容当中 甚至包括卡路索 因为卡路索 他属于是对于那些 急需记载利益的 潜在整观 总资金融手队 非常有可求的 这么一个目标 他肯定是有交易价值的 得罗战里也有交易价值 甚至有交易价值 重建吧 包括五线围棋在内 对于公牛来说 目前没有什么 其他更好的方案 围绕现有阵容 基本上已经没有未来 那就是抓紧时间 操事重新开业吧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